莊重的氣氛 嚴謹的追思 中和區納古塔於24號舉辦春季法會 區長柯慶忠也在早上9點到場擔任主祭 公所各客室主管及地方士生們 也陪同進行表達對祖先們的敬意 今天是我們一年一度的春季的一個典禮 今天天氣非常的好 一早上山來祭拜的民眾都非常的踴躍 我們巡網力也是一樣 在我們協運站那邊有安排接駁車一路上來 那今年我們還是一樣有一些措施 那在這邊跟大家報告就是像我們 例如說我們的金子的一個集中回收 這個是有配合新北市是有專門的一個 金子焚燒的一個爐 它並不是跟一般的垃圾一起的 那另外就是我們還有今年推廣 希望大家以一戶 以一柱為主 那希望大家來減少這個焚香的這個部分 那便利我們一些沒有辦法上山的民眾 我們也有採電子祭拜的一個方式 那大家可以透過網路的一個方式來做一個祭拜 那今天天氣非常的好 希望大家有空能夠來這邊祭祀祖先 上山祭祖的車潮非常洶湧 接駁車一班接著一班 會場更是人山人海 民眾們各自帶著祭拜祖先的祭品 結合環保政策的美意 在清明時節 不僅可以達到追思之意 也能為地球環境盡一份心力 中佳新聞 趙世元張家慈 綜合報導 希望 我會見你一位